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月14日 那麼 台灣的總統大選已經陳埃樂定了 賴清德爾四成的票數 當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 英國的外相卡梅倫已經發出道賀 當然中方強烈反對 中國駐英領事 立刻反對 日本、加拿大、美國都發出道賀 不過台灣今次的選舉都是一個 民主的社會多元化的表現 雖然有四成人支持了他當選總統 但是立法院不過半 這個不過半是大件事的 對賴清德當然是 他成為一個跛腳鴨政府 因為不過半代表他民生的舉措 基本上都做不到什麼大的動作 除非他和柯文哲 柯文哲的民眾黨有八席 如果他聯合到他再加上兩席的獨立議員 基本上有機會 過半 過半就可以做些事情 但問題是柯文哲會不會和他合作? 因為如果他做得不好 這四年做得不好 柯文哲四年後有機會 所以和他合作風險也大 這四年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未來四年 賴清德本身是所謂冒實的台獨主義者 在黨內屬於比較急進派 急讀的 接下來四年不可能做到急讀的事情 因為未來四年 統讀公投一定做不到 修憲、廢憲、改憲都做不到 立法院過不了半就什麼都做不到 不僅是急讀做不到 過去八年蔡英文緩讀 所謂緩讀就是文化台獨 文化台獨 接下來賴清德也做不到 譬如說要去掌化 要修改課綱 在立法院一定有極大的阻礙 所以轉型正義 過去八年蔡英文做到的事情 未來四年賴清德很難做到 這也是民主社會制衡政黨的做法 因為台灣人很明顯就是沒有一個主流意見 四成人是支持賴清德 三成多人是支持侯友宜 兩成六人是支持柯文哲 沒有一個主流意見 因為即使支持柯文哲的白刑 其實他們沒有很強烈的政治意見 又或者本身有些是淺綠人士 所以你要形成一個所謂強的統讀議題 很明顯台灣就不像一些香港人想像中的情況 香港人想像中就是抗中普台 台灣人就是台灣人 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台灣有很多元的 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不少 或者認為跟中共可以有聯絡的 經濟上可以恢復的 馬英九路線的人也不少 馬英九就說要相信信任習近平 希望回復到九二共識 其實所謂九二共識 就是陳水扁在2000年當選的時候 當時國民黨的一個負責人叫蘇喜 他提出來的一個叫九二共識 因為1992年最初去香港 後來就在新加坡談判 汪沽回談 其實沒有談到共識出來 沒有談到共識就是因為一個說中華民國 一個說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是苟不達白的 但是先不互相否否定 大家說無實地 談談一些關於兩岸 一些同胞、商務、或者一些旅遊 千島湖 處理這些事件的一個平台 所以大家這個九二共識沒有共識 各說各話 然後蘇喜就說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 他就這樣總結了出來 但是大陸就不會承認 大陸就說一個中國肯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馬英九這種路線 台灣仍然有支持者 因為認為你只要承認九二共識 就可以跟大陸做生意 有服務 陸生就會去台灣 自由行又會大舉回來台灣 人們的生活就好過 工資就上升 收入就增加 農民就可以賣農作物去大陸 互相就可以經濟有得益 但是這種互相經濟得益最終由經濟的依賴 變成政治的依賴也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台灣始終還有四成人 即使四成人跌一些 也有三成多人 堅定地認為中國就是中國 台灣就是台灣 深綠的支持者是不少的 綠營的支持者不少 深綠的支持者不少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即使有一天如果要搞統獨公投 無論要搞一國兩制 或者兩岸統一 還是台灣獨立這個議題 在台灣這個社會 多元化的社會都是無法通過的 你不可能超過一半 更加達不到六成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維持現狀 就是台灣兩千多萬人的共同願望目標 也維持現狀就是什麼? 就是對一國兩制說不 一國兩制就要回歸 現在這一刻 未來可見的發展 也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因為四年前 大家都很記得香港一國兩制發生什麼事 無論你怎麼說也好 台灣人是有公論的 國際社會也有公論的 聯合國人權報告有公論的 不是你用政治文宣宣傳就可以扭轉了 所以四年前台灣人相信是票投國民黨 台灣變香港 雖然四年後今天賴清德當選這個議題不再重要 但是大家已經牢牢地心裡面有一個共識 不會接受一國兩制 如果不接受一國兩制 其實國民黨也不接受一國兩制 馬英九也提出了說 大陸沒有民主 台灣不要談 馬英九他們的路線其實是所謂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就在八九十年代已經提出了 一國兩制翻查舊報章 在《華僑日報》九十年代初已經有一國兩制的說法 一國兩制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一個中國 放棄三筆與堅持本大同主義定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就是一個中國 就可以是民主的中國 只要是民主的中國 無論是什麼國叫什麼名字 叫中華共和國 或者中華民主共和國 什麼國都好 如果是民主的 大陸又民主 台灣是民主的 就像美國一樣 或者像英國一樣 蘇格蘭和英格蘭互不統熟 互不干涉內政 美國不同州有自己的內政 外交可以集中一個白宮 或者是集中唐寧街 但是內政就各自做 這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民主制 1990年當時國民黨人 已經提出了一國兩制 大家看到了 所以一國兩制就是國民黨那種馬英九路線 所以 保持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 用中華民國也好 還是創立第三方國家也好 只要是民主就沒什麼所謂 馬英九路線就是如此 但是其實回顧到最早的 一國兩制的提出 就是由葉劍英提出 葉劍英提出 由於1979年中美建交 中美建交基於三個聯合公佈 以及後來美國立刻簽訂了《台灣關係法》 就是他要試探 他發現武力統一台灣是不可能的 因為你要跟美國建交 要重歸國際社會的秩序 你就不能夠跟美國反面了 你跟美國反面又跟美國建交 這是互相矛盾的 而你打台灣就會跟美國反面 因為他有《台灣關係法》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就用一個和平的方法 放棄解放台灣 提出了台灣回歸這種說法 解放台灣就是用武力統一 台灣回歸 葉劍英提出了 鄧小平1982年1月10日 提出了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在實現國家統一的前提下 國家的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 台灣實行資本主義制度 但是蔣經國馬上不接受 馬上不接受 鄧小平繼續說 台灣不能夠完全自治 是兩個中國 如果完全自治 而不是一個中國 制度可以不同 但是國際上代表中國 只能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要求中華民國要結束 要廢除 鄧小平說 他說祖國統一之後 台灣特別行政區 可以有自己的獨立性 可以實行和大陸不同的制度 司法獨立 終審權不需要到北京 台灣也可以有自己的軍隊 只是不能夠構成對大陸的威脅 大陸不派人員駐台 不派軍隊去 行政人員也不去 台灣的黨政軍系統也有自己來管 因為台灣有話語權 台灣有軍隊 要打台灣也不是完全沒有成本 所以這種情況下 比香港優厚很多 香港英軍駐港 很少人而已 根本沒有力抵抗深圳來的解放軍 所以香港人沒有話語權 他要派中聯辦來就派中聯辦來 港澳辦來就港澳辦來 解放軍駐港就是解放軍駐港 但是台灣不同 解放軍要駐台 完全沒有代價 不能夠不刀光劍影 所以他提出了一較優厚 但是蔣經國聽到之後立刻一笑致致 蔣經國就這樣回應 他說不可能 因為蔣經國吸收了他爸爸蔣中正 蔣介石三次國共合作 吃了大虧 每一次國共合作 國民黨都輸 你更淡 而且蔣經國也加入了蘇共 他是共產黨黨員 他非常了解共產黨的思維模式辯證模式 他說中共是不守信用的 任何期望中共允許台灣大陸統一後 還能保持自己獨自社會經濟制度的想法 是不切實際的 這就是鄧小平在82年1月提出之後 他就在民國71年10月 就回應了不切實際的一國兩制 絕對不談一國兩制 談一國兩制是布克林 這就是經國先生 在1982年的時候 深層次的回應 就是布克林 所以蔣經國的回應很高明 他看得出根結的問題 鄧小平在84年繼續說 因為他跟台灣談不成 他只能夠將香港和示範區 和澳門成為示範區 他覺得如果香港、澳門、一國兩制做得好 台灣自然會回歸 其實這個示範區 後來提出了50年不變 現在我們知道多了一些歷史資料 為什麼呢? 胡佛研究所 胡佛研究所就是美國的史丹福大學 美國的史丹福大學有一個胡佛研究所 他現在公開了兩獎日記 我們清楚知道 原來《一國兩制》中有50年不變的構思 是宋美齡提出的 是長夫人宋美齡提出的 他當時看到香港中英談判 他寫信給蔣經國 要求蔣經國向英國爭取 香港回歸中華民國 而香港回歸中華民國 他提出了30年的托管 30年由中華民國托管 主權是中華民國的 但是英國人可以繼續管香港 或者香港人可以繼續管香港 就是港人治港 或者英國人繼續治港 而主權交給中華民國 當然英國人不會理他 為什麼呢? 因為1950年的時候 英國也是率先跟中共現交的西方國家 為什麼要率先? 就是因為上海有英資 香港也有英資 你想想台灣的軍隊跟香港距離這麼遠 哪場莫及 深圳一派軍下來 駐英軍 駐港英軍當然不夠打 不夠打就只能夠望風而逃 所以他要保障英資在香港的利益 只能夠跟北京談 而不是跟台灣談 所以蔣經國也沒有聽從宋美齡的說法 這件事不了了之 但是很明顯這所謂50年不變的構思 他就是30年不變 其實最早由宋美齡提出 而鄧小平可能因為得知了宋美齡這個想法之後 向香港喊話50年不變 然後50年不變作為示範單位 吸引台灣所謂的回歸 現在兩章日記公開了我們 知清楚了這件事 所以他繼續談台灣 鄧小平說 他說 中國的主體必須是社會主義 是允許國內某些地區實行資本主義 比如香港和台灣 實現國家統一是民族願望 100年不統一 一千年也要統一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只有一個國家兩種制度 這很明顯就是矮化了台灣 因為台灣是中華民國的正統 中華民國曾經管治過大陸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天都沒有管治過台灣 所以蔣經國就是因為這樣的原因下不接受 而他們接受的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或者後來90年代所謂提出的一國良制 就是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 以及廢除中華民國 共同建立一個新的中國 就是中華民主國 用民主去管治兩岸 這就是90年代國民黨有些人這樣的幻想 甚至乎後來歐盟成立之後 國民黨也有些人幻想 喂 大陸和台灣可以建立一個共同經濟體 大中華共同經濟體 是不是? 好像歐盟一樣 在外交上 在經濟上就輪任 每人做五年 台灣派人做五年 大陸派人做五年 那就最好了 那麼 這個當然很理想 現實就是誰惡誰大誰正確 中共當然覺得現在勢在我 軍隊比你多 科技比你先進 人比你多 國際上的華語權比你多 怎麼會跟你中華民國平起平坐 這就是中共的想法 但是蔣經國、蔣介石父子一早就了解 亡共在共 復國在我 我既然打不贏你 但是共產黨內鬥是它的本質 所以遲早有一天你會鬥到自己死 鬥到自己死的時候 兩長就認為復國在我 我只要保存下來 有一天就等待時機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並非不可能 所以他們不會接受一國兩制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覺得你始終會忙 所以1984年5月20日的時候 蔣經國接見美國總統朗奴列根派來的特使劉易斯 他說 中共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說法 兩種制度同時存在在一個國家 是不可能的 中共用此來引誘我們 我們不會上黨 為什麼不可能? 很簡單 因為香港以前 二次回歸前 有些香港人都不理解 我就是說 我其實一早提出過 如果大陸沒有民主 香港也不會有民主 這個說法不是我區區在下想的 是蔣經國在40年前已經想到的 它的原理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大陸如果不是民主 它不是一個多元的社會 它怎麼能夠容許了有多元的社會在旁邊出現呢? 香港和台灣就是多元 大陸就是一元 一元的定義是什麼? 要消滅多元 所以它今天不消滅你 它忍著 它終有一天會消滅你 這個就是蔣經國 在1984年 40年前所想出來的一種一國兩制的缺陷 是福克林 親口對劉易斯說 福克林 它說中華民國的政策是不會變的 我們對中共的政策就是不屈服不妥協 因為屈服和妥協將會造成我們的毀滅 香港當然沒有死 因為香港有英資 英國人不願意和北京撕破裂 要保留英資的利益 要讓他們光明撤退 而香港也沒有軍隊 所以台灣就有一個一國兩制說不駐軍 香港就不能不駐軍 所以1984年10月7日 當時的參謀總長郭柏川說 中共與英國公佈的香港協議為大陰謀 大編局大統戰 中共收回香港的主權 又要保持香港現在的社會形態 其作用有二 一就是對我統戰 企圖以香港的模式解決台灣問題 二就是使香港人放心 實際上就等於西藏協議 大家知道西藏協議是如何 一開始入藏 所謂和平解放 和平入藏 入藏就要和達賴達成共識 但是後來很快 和平解放西藏就血流成河 最終無數的西藏人要遠走他方飄零 達賴喇嘛也要四處流浪 變成了這樣的情況 所以郭柏川跟蔣經國說 他就說中共是否遵守香港的承諾 關鍵在於中華民國是否繼續壯大 所以蔣經國就說沒錯 我越堅強 中共對我越陰狠 中共所謂和平即戰爭 無人要加強戰備 就可以妥當了 我方應堅定堅持堅強 我方的成敗武器固然要加強 但是關鍵在於民心士氣 就創造自由世界有利的變化 所以隨著台灣島內在80年代 又有民主思潮 韓國在全斗換發動政變 所謂的雙十二政變 1979年12月12日 雙十二政變 韓國又變成了獨裁 然後光州事件又爆發了出來 整個亞洲 連菲律賓都有爆發民主運動 香港也有 大陸也有 民主運動 這個民主運動 蔣經國也考慮了這件事情 與其有一天國民黨的繼承人 他為了個人的利益 會跟中共達成協議 成為台灣行政區的一個省長 不如將它民主化 開放黨禁、暴禁 由台灣人自己決定 台灣人自己決定 固然就會走上台獨之路 有這個風險 因為蔣經國也是鎮壓台獨 美麗島事件、白色恐怖 蔣經國也是一個重要的角色 他固然會考慮到這件事情 但是覺得這也是民主抗共必然的趨勢 所以最終台灣走上民主化和蔣經國晚年 轉變也不無關係 當然也有些人認為蔣經國希望他死了之後 歷史上有一個較公正的評價 這個也有可能 但是韓國也是如此 全斗煥的繼承人盧泰宇 也是將他的權力下放 換來一個較公正的評價 也免後人清算他們 這個也是蔣經國成為一個歷史人物 風雲人物 注定在1800年後 也成為一個歷史的風雲人物 就是因為他是第一個在華人社會推行民主化的舉措 40年前 蔣經國已經了解到一國兩制是不可行的 就是因為多元和一元 這是永恆的矛盾 所以北京沒有民主 大陸沒有民主 香港不會有民主 澳門不會有民主 台灣也不可能有民主 但問題是台灣已經有民主 所以如果北京沒有民主 一國兩制之後 他始終會消滅台灣的民主 這就是40年前蔣經國、郭柏川這些人所想出來的 但是馬英九似乎沒有吸收歷史的教訓 馬英九曾經擔任蔣經國的英文秘書 他哈佛大學的博士 畢業之後就回去擔任蔣經國英文秘書 宋楚瑜也是一樣 也是擔任蔣經國秘書 但是這些人似乎也沒有吸收到經國先生的思想 經國先生和蔣介石主張望共在共 復國在我 當然現在台灣新一代的人 他們不再是榮民 不再是眷屬 甚至乎不是榮民的後代 不是眷屬的後代 他們是本土土生土長的台灣人 他們中國意識很薄弱 除了買淘寶和看中國好聲音之外 中國的意識很薄弱 你跟他說三民主義統一中國 他們當然不會理解 但是台灣仍然有少數的深藍人支持這件事 所以台灣也是多元的社會 不要以為台灣是一元 有些香港人以為台灣一元一定是擴中保台 但是台灣不是每個人都這麼想的 這也是民主社會可貴之處 就是要尊重不同的意見和聲音 包容不同的主張 祝願台灣人民 祝願台灣寶島 福爾摩沙 可以永垂不撓 民主制度繼續可以在台灣開發結果 好嗎?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收費平台Patreon還有我的文字版 有些朋友說收不到 就是因為可能你平時給點點點點點 收不到通知 所以你習慣性給點點點點 你就會持續地收到我們的通知 多謝大家支持 拜拜 拜拜